家住上海松江区新桥镇的颖红是一名资深跑者 这位即将年满67周岁的上海阿姨 已经跑了87场马拉松 正向着跑白场的目标冲刺 1月14号 中兴社记者在新桥镇春森区委会活动室 见到了颖红阿姨 事实上除了跑者身份外 颖红还是一名为市长跑者陪跑6年的工艺陪跑员 她通过一根细细的陪跑绳 陪伴着市长孩子走出家门 跑上赛道 谈及陪跑初衷 颖阿姨表示 源于六年多前的国际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一幕 在15年的年初 我参加了东京马拉松和首尔的马拉松 在这两个马拉松上 我看到了他们就是外国人有带着残疾人 带着盲人一起跑 就一根绳子带着跑 所以我就想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可以去帮助别人 颖红告诉记者 她退休前是一名医护人员 陪市长跑者跑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通过国内一家组织 颖红结识了几名市长跑者 其中最大的40多岁 最小的是90后 从1公里 5公里 15公里 再到半马 全马 一路跑下来 颖红见证了他们一步步变得开朗自信 并开启了更精彩的人生 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是35岁失明的 然后失明了5年 他开始走出来 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都因为都不是运动员 然后40岁的人了 你说一个女的 跑1公里都很吃力 然后我一直就是 早上从我们家开车 到他家门口 我把他带到公园 然后陪他跑 从1公里开始 一直到他跑到了 结果他上了半程的马当松赛道 然后用最好的成绩是 两小时39分 一名90后市长跑者 在2021年4月得知 在东黄将举办一场 丝绸古道万里形瀑布比赛 便找到了颖红 最终在颖红的鼓励和陪伴下 两人在茫茫戈壁 携手完成了四天三夜 108公里的行程 当一个个市长跑者 走向领奖台的一刹那 颖红阿姨感慨不已 在6年的陪跑过程中 与他们一同经历 一同超越 这份情仪 以远非伙伴二字所能表达 他们需要比赛 我可以作为一种陪同陪伴 然后去帮助他们 和他们一起走上赛道 今后我还会继续做 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什么 陪跑和被陪跑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之间 已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而且有些孩子 跟我成了自由 回顾6年的陪跑时光 颖红感慨地说 6年的陪跑与相处 从这些市长跑者身上 看到了他们独有的欣喜与欢笑 也看到了他们逆境中 向阳而生的乐观与坚定 而在这场向着光明 一路并肩的奔跑里 他与他们续写着 充满了关爱 勇气和温暖的故事 健身 一路并肩的关系 一路并肩的顶部 一路并肩的前途 三路并肩的精彩